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自焚人数激增 自焚者也从单纯的僧侣扩大至社会的各个层面 其惨烈程度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强烈关注 吴凡先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藏人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想他们的诉求非常明确 是为了他本民族的生存和本民族的生存表现上的一个宗教 一个语言 一个土地 这些是他们感觉到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危险 他们有强烈的危机感 而一般的手段根本表达不出来 所以最终用一种自焚的 引起全世界众人主义的这种强烈的手段 要发出自己的内心的怒吼 那一个例子啊 就是11月28号晚上七点钟 有一个在青海省有一个牧民才21岁 他在点了火把汽油叫到身上以后 点了火的同时呢 就喊了几个口号 第一要让尊敬的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来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呢 要释放被关进的班坦尔德尼 那是西藏的第二号这个宗教领袖 还有一个就提出 要藏族人的宗教和语言的自由 你甚至地方都不准你讲藏语 所以这个呢 是他们心里感觉到非常的压抑 我们的藏民族 如果连小孩子念小学 只能讲汉语 不能讲藏语 那还有什么藏民族了呢 那藏民族就 就九二九十几十年 或者几百年就死亡了嘛 就全变成汉人了 所以他们现在很担心 他们不愿意做汉人 他愿意做藏人 那么现在中共呢 一直几十年来 用压抑他们 用各种各样法的限制他们 宗教自由 语言自由 言论自由 那么他用这种 现在非常最强烈的手段 也可以说是个最后的手段 那么牺牲自己 来表达的观念 向全世界来大声的呼喊 我们要达来喇嘛 回到西藏去 我们知道藏民族是一个 对佛教信仰 深入到灵魂 以及世俗生活 各个层面的民族 所以几十年了 中共始终无法 在精神上完全控制藏人 但是直到现在 中国政府都不愿意承认 他西藏政策的失败 中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绝对不相信宗教的作用 和他的能量 他们这些眼见为师 看不见的东西 他们不相信 可是西藏人呢 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宗教 尤其是佛教 他们相信天外有天 外头有西方结露世界 有轮回 有善恶善暴 这一些理论呢 在他们的精神生活里面 起得非常重大的作用 指导他们的生活 而中共呢 不信这一套 这两个是附上对垒的 维吾人要消灭维星人 可是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啊 根本没有消灭到 一直在对立 冲突 那么在这么多年来 无论是 这个中共对待 达拉喇嘛也好 对待半战鹅人也好 以及对待这些火焚的 自我牺牲的这些藏人也好 他们都失败了 失败什么 你不能够让他们信服口服的 跟你共产党走 跟你这个无声论走 跟你这个极端的专制制度走 不 他们用最强烈的态度了 反抗你 即便我不能推翻你现在 但是我可以反抗你 我不听你的 这一点呢 他们根本共产党达不到的目的 因为这个 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嘛 可是西藏人呢 我发现他们非常聪明 他们可以宁可 背着沉重的负担 翻过喜马拉雅山 到印度 在印度那边有一个西人藏区 就是萨拉德拉姆 就是流氓政府的中心在那里 一直在沟通 有交流 你中国有多少军队能够封锁西藏的边界线呢 不可能 尤其是大雨风雪的时候啊 他们愿意走过去 这样一直沟通 把西藏内部的消息传出来 那么像这个藏人这个制焚的消息啊 现在又通过网络 又通过短讯电话 很快啊 几分钟就穿到世界外头来了 所以当时他烧的时候 那种场景啊 都可以照得出来 那你这种状况下 中共 人家问 为什么你在你的国土 西藏人 那么样的自杀 并且是喊着口话自杀 你要回答 中共啊 一直回答不了 知之误误 说是达赖喇嘛 硕死的啦 中共有人呢 最近有两个抓了一个硕死案啊 我说西藏人不是傻瓜啊 他愿意去死 他就想清楚了 我要做的是一个大的什么目的 不是任何人能骗了他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西藏的反抗 表明了中共统治西藏的失败 每一次发生自焚事件之后啊 中共总是指责说 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背后煽动的 但是达赖喇嘛说 他从不主张自焚 而且他选择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要求西藏独立 只要保存藏传文化和宗教 为什么这都无法实现呢 因为第一 共产党啊 他不愿意看到在中国的最西边呢 有一块土地啊 是文化和语言呢 和汉民族完全是分开的 他控制不了 所以他一直现在就想 用种族秘诀的办法 做个种族秘诀不是完全杀光你啊 而是从你的文化上 从你的根基上啊 断了你的根 让你不能够寄存你的藏族的文化和藏族的语言 这是他正在做 从小孩开始 小孩就送到大城市去学去汉语等等 那么这条路 这个中间道路到现在为止走不通 可是达赖喇嘛 还迷信这一套 所以就决定了他要想走中间道路 他的中间道路什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底下 里面有一个自治区 民族自治区 在民族自治区里面 他想获得一个高度自治 他甚至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够像香港一样 那香港甚至于像中共 要准备给台湾要高度自治 可不可以像台湾那样 西藏想达到那么目的 可是他没想到 那是完全跟你不同的一个领域 台湾还没在中共控制底下 香港因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际力量 保护了他 所以他这个国际城市 所以中共还给了他们一点 相对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自主权 你西藏是完全是给中共包围 并且军队控制住 他怎么让你达到那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他做梦 所以还在做这个梦 希望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西藏的文化 宗教语言 但是有这么个好心 可是这手段走不通 你看看 他跟中共谈判了 一起加起来 恐怕有二三十四次的谈判 也去参观 也去访问 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吗 骂你 达赖喇嘛 你是个卖国贼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用这话来骂他 关键在哪里呢 达赖喇嘛 以及他的西藏杖区 他们是维新的 是宗教的 以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的 另外一个宇宙空间 是有这么一个 他们可以上升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共产党呢 一切都是眼见为师的 唯物主义 一切是钱和权 你这两个怎么能走到一起去呢 在我看来西藏要真正维持 美联社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藏人找到了一条路 让当局怒不可遏又无计可施 但是随着自焚事件的不断升级 中共实行了更加强硬的镇压 还说要严厉打击那些去悼念 和捐助自焚藏人及其家属的人 中共这样做 能够阻止藏人自焚吗 我看这个真是火上加油 因为他家里的人 为了这一个社会 为了质疑他们的理想 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代价 你还不准去 他们就祷念他们 他们 你想想看 一按照常理来讲 也不讲 我们不讲宗教概念好了 讲一个普通人际关系 你说他们能容忍吗 我家里人死了 我还不能去看 不能去悼念吗 他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会引起更大 他现在中共去抓 抓不到达拉喇嘛 达拉喇跟我不相干 这件事情 那么他去抓谁呢 抓那小的 你是硕死他的 你是硕死他的 把那个所谓的硕死人抓来 抓了以后呢 你枪毙他 刮了他 你还是阻止不了老百姓 他们感觉他们这个本民族的危机感 他们起来反抗 你能阻止得了吗 这不是一个人呢 因为这次 这次现在是 制焚和抗议示威啊 是结合在一起去了 这两个形式结在一起 既示威抗议啊 过去是争吕多 现在扩大到社会层面了 他不完全是个信宗教的人 甚至于俗人他也参与进去叫制焚 你这个就是变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 你还是要用这种一种加帽子给头上 镇压某些人呢 那只有火上加油 这不是引起老百姓更大的反抗吗 一定会更大的仇恨 这个仇恨能兴起多大 我看我们还可以继续看 这事情不会就此罢了 老百姓用死来抗命的话 他会有更多的人会跟得出来 但是用这个办法 这我来说应该用更好更多的力量来推翻共产党 不要相信共产党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还是相信共产党的话 这条路走不通的 由于中共实行了完全封闭的政策 不允许记者和国际调查团进入藏区 而且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这些民众啊 也根本无从了解自焚的真相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偏信了中共宣传机器的一面之词 对 这个现象现在很明显一个 现在外国有一批媒体和一些学者 在质疑中国的知识精英 为什么在这一场藏人的知识中间你们都不讲话 我想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中共歪曲西藏人的要求 拼命的歪曲 他们要独立啊 他们是卖国贼啊 在达拉拉玛等等歪曲 那么用民族主义这种形式来欺骗了这批人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封锁消息 把对中共不利的所有的消息全部封锁 你看中国大陆没有登什么资粉的消息嘛 全部能够知道的也许少数一些 从翻墙以后知道 所以中国大陆啊 很少有人有分量的一些团体或者知识分子 出来讲话赞成和同情这些藏人的 他们的诉求 以及对他们表示哀悼 没有 老百姓不知道 再加上又欺骗对藏人的不友善 不同情 所以这件事情在汉民族里面 几乎无论是精英分子也好 普通的媒体也好都不报道 也没有出来抗议 这对西藏老百姓是很大的损失 而对中国老百姓也损失 因为共产党这么样的破死人叫自杀 你等于是间接杀人 老百姓都没有反应啊 所以这个对共产党 他用这个手段来控制着中国 那么这样用高压又加上欺骗又加上封锁 所以他现在他目前看来他还会有机 还会有继续用这个手段来当对藏民啊 来控制用这个手段来欺骗汉民族 在8964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正值西藏流亡政府 与北京政府好不容易开始的谈判之时 有人想劝达赖喇嘛 在这个关键时刻最好不要谴责中国政府 但是他说 这个时刻我们要与那些被杀害的生命站在一起 要为他们祈祷 如果我不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屠杀行为 我就不配做藏人的精神领袖 我就违背了佛法的庄严 这一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观众朋友今天的静位论坛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